去年12月份 王先生在铜炉保质翼宝马3S店买了这辆宝马iX3电动车 裸车价35万多 当时义务员是这样说的 我说这个车是最高配的 行车记得仪都有的 可就说了呀 王先生介绍 3月5号 车子在路上被不明物体刮擦 采访前他特意去事发地点拍了几段视频 在西口 当时我是行驶在省道的最优秀车道上 还有一个走车道 同时呢 这天天脸量 因为面包车并排的时候 拼动一下 驾驶是一侧车门 门把手下方有一处凹陷 凹痕不规则 王先生说 事发路段监控距离较远 没拍到是什么东西撞到了车门 看不到什么东西 交警也没办法定审 那么交警建议我们查这个行车记录仪 第二天到这里来看看 但是这个没有人 王先生说 他之前的车子 行车记录仪都装在车内后视镜附近 赛斯店却说没有 事发情况查不了 王行人表示 接下来只能自己负责维修 但他想让赛斯店安装一个行车记录仪 至少这个行车记录仪 咱们开始说是有的 这一点 这个价位的车 这个中央包装好了 配置又是最高的 同炉保质翼宝马赛斯店方面表示 当时承诺的行车记录仪确实有 是宝马原厂自带的 关于高配这个配置上面所一些那个色色设备 一些那个配置呢 按照那个当时的一个说明上都是有的 车辆是内置一个小程序 它是有个行车记录仪这个小程序的 它不像我们在外面加装的行车记录仪 它这个触发条件可能跟客户期望不太一样 它是就是说 达到已经触发条件之后 它才会记录 它有个纵向和横向加速度 就震动啊 碰撞的比较厉害了 车头还有那个两个合适镜子里 还有后面 凡经理解释 这套厂家自带的行车记录仪可以查看到车时的还车影像的 车子在正常行驶时 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不工作的 除非发生较大碰撞 王先生所描述的情况 达不到触发条件 至于王先生提到的那种行车记录仪属于加装产品 就是宝马原厂也提供了就是说加装的一些套件 就是说这是这是客户需要选装的 一些加装产品是需要就另外付费的 大概要出多少钱呢 嗯 这个价格回头我要去加装行轮仪是无线循环记录的吗 加装行车记录仪的价格是3000多 size店的罗经理表示 车门维修费优惠后是1500左右 王先生接受了 至于要不要加装行车记录仪 他要再考虑一下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